嘿喲 聊四季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Rion 今天要來看的比賽是 憤怒森林寺 好 先來看一下灰色選擇的文明是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種田農田效率非常快速 那在團戰來的表現呢 算是走一個工程器 配上步兵 還有自己的貴族鐵騎為主軸的打法 那在團戰來說 他的這個 羅斯銀壘 羅斯堡壘 這個科技呢 讓他可以多插七城堡 在進攻或防守都有一定的效果 那先來看一下紅色 那紅色是不列顛人 不列顛人的話 在團戰來說 他是有蠻強大的文明 主要是因為他有這個 戰狼科技的關係 巨型頭司機打的範圍的 擴散傷害是非常廣域的 可以打掉非常大量的強奴 或者是對方的一大堆的軍隊 都是有一定的殺傷力的 那不列顛的工兵呢 也是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工兵 所以他在這種工閉式地圖 像是黑森林啊 競技場 還有這個要塞之類的地方 都可以出到很大量的草工兵 去進行反噬敵人的動作 好我們這邊看到 綠色法蘭克人 拉了一村 然後直接拉三隻野豬 那現在法蘭克 現在不列顛的赤猴 現在在想卡位 想把這隻村民給卡死 雖然大家都把自己的洛馬 跑到這裡來幫忙 去卡下豬 但是要被頂死 哇 這邊成功了 阻止對手拉了三隻野豬 要是三隻被拉回去 可能就會讓對方太賺了 好 那這個拉法呢 這個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拉法要拉 一開始要拉最遠那一隻 射一下之後馬上射第二隻遠 然後再來射最靠近自己的那一隻 那只要你前面這隻野豬有四眼的話 後面的野豬就不會掉什麼 這就是一次拉三隻野豬的方法 像這種分布的話來說 你就是可以從這邊站過來 然後先打這一隻 再打這一隻 再打這一隻 然後再來一次全部拉走 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這邊看到兩邊的肉馬做一個互打 哇 直接損失掉了一些數量囉 看起來不太妙 好 看到這邊已經開始圍家了 這 這裡不列典把這隻村民先圍起來 然後裡面有一隻綠色村民還在圍 但不知道這隻村民是不是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視野其實 不列典是看不到的 一開始大家視野是沒有那麼 廣喻的 好 這邊看到這隻村民 直接過來打一下 拉了一隻肉馬做一個反擊 好 這邊村民想要把自己圍起來有機會嗎 唉唷 這個手術好快 把自己的村民給救了回來 好 繼續來介紹文明 那義大利人呢 在團戰來說 也是扮演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地位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傭兵呢 可以給隊友做使用 那如果像是他隊友裡面有馬力阿緬甸喔 類似的文明喔 或是圍巾 可以讓這個步兵的血量增加 攻擊力增加 防禦增加之類的 都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還有條盾 條盾的話可能免弄明顯 瑪麗的話就很明顯 還有這個緬甸阿 之類的 那義大利人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非常強大的勒納爾弩手 那這個勒納爾弩手呢 也是這個遊俠的 遊俠殺手 所以在團戰來說 對方通常會有遊俠果 那通常內加如果你的內加是 勒納爾弩手的話 對抗對方的遊俠壓力會比較小一點點 甚至會有點優勢 那同樣的 勒納爾弩手也是很害怕 中型頭車或是火炮之類的單位喔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黃色選擇瑪麗喔 那瑪麗的話 就可以銜接到 剛剛不列顛 隊友的文明 可以打這個瑪麗的 傭兵 那瑪麗的傭兵 優勢就是他的遠防特別的高 可以讓他更能抗箭矢 存活力會更高一些 那傭兵這個單位呢 雖然他的體質來說不會像 劍兵勇士這麼的高 但至少 他的這個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打火器單位還有外傷害加成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喔 就可以拿來使用 這是他比較多的一個優點喔 所以傭兵來說 算是打一個 突襲式的 進攻石喔 會有非常強大的效果 在陣地戰來說 傭兵就不會這麼顯眼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這邊紫色 紫色這邊是選擇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在這種 阿拉伯的森林 在這個黑森林裡面來說 其實沒有到非常強勢喔 最主要也是要拿到 四個聖物的關係喔 你看這邊有個聖物喔 直接在個樹林裡面 你沒有挖穿樹木 是找不到這個聖物的 所以他的這個強度呢 其實不會到非常強 算是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文明 好 布列典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在前面 這邊是要強勢繼續維加的意思 馬扎爾呢 在團戰來說的話 最主要那一家 是要打遊俠或是馬公喔 那依照外面的文明而定喔 那像是立陶宛呢 他這個情況來說 如果他有農起來的話 他就可以不用打遊俠 就可以選擇去打馬公 那遊俠就給立陶宛這邊出 就可以了 或是直接打這個列提斯 也可以 所以馬扎爾來說 在團戰也算是比較彈性的文明喔 但是他的經濟來說 並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 如果被對方打一個 湊手不及的話 可能也是會直接雪崩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波斯人 那波斯人的話是 封閉圖來說 農的速度很快的一個文明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波斯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會拉到最 也不算最高峰喔 但是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時期 因為造成堡時代 大概就可以開下更多的城鎮中心 那波斯人的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喔 就會指數性的增長 好 大概四個城鎮中心 就等於是五個城鎮中心的效果 所以就是可以讓他弄得更快一點 更快的轉出自己的遊俠啊 火砲火槍 之類的單位喔 去做對應 那 目前看到法蘭克人是外加 法蘭克人外加的話 通常也是打遊俠 當然也是要依照情況而定喔 如果對方打得很強力 而且外加是不列電的情況 可能打這個 火砲會比較適合一點 呃 也有可能直接轉個什麼火槍 直衣兵啊 之類的喔 去做反制 或是直接轉中頭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或常識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喔 有機會的話也是要直上遊俠 除非你的外加是什麼 哥德步兵國家喔 一定會出什麼步兵戳爆你的 那遊俠的話就要考慮一下 好 那內加的話如果是波斯 那看起來喔 目前 法蘭克人外加 然後內加是波斯人 內加波斯人其實也沒到非常強 兩邊都是打一個遊俠果 突然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這個四家都是遊俠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法蘭克有遊俠 波斯也有遊俠 馬扎爾也有遊俠 然後 立陶宛也有遊俠 打到這個是四遊俠果 有什麼特殊戰術嗎 當然我是覺得蠻博妙的啦 因為通常團戰這樣打的話 就代表沒有後排輸出喔 沒有後排輸出就很容易被 血崩喔 只要對方出大量GP 或是打一些特殊的快攻戰術 很容易就可以反打回去的喔 就是戰術太容易被針對啦 如果太容易被針對的話 其實效果就沒那麼明顯 好我們這邊看到普列田拉了非常多野豬喔 哇靠 這個大概六頭野豬 好趕快把這些野豬回頭的 趕快射一射 射死之後 就可以拿到非常大量的肉量喔 哇這裡有多少肉 欸有隻豬 野豬 還好他有射到 哇靠 兩千多肉 六隻豬排 這個應該可以當封面圖了吧 六豬排 這個比Viper還要很 雖然我看過Viper一次拉十隻野豬了 這個畫面喔 六隻也是蠻多的 十隻野豬也算是天選之人等級 那黑色影來說喔 這種野豬地方喔 也是多去嘗試去控制的喔 但如果你那家有湖的情況下 也可以考慮直接去開湖喔 跟你的湖 就算湖裡面的湖 裡面的魚吃完喔 你還可以去灑魚網 魚網的肉量給的也是很多 而且他也不是用城市中心產出的村民喔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 所以如果像黑色裡面有這個 湖可以用的時候 要多加利用 建議開兩到三個 碼頭去產魚船 然後去放肉 那像這種湖比較小的話 可以考慮開兩到三個就好 大一點的話可以到四個或五個 好 那目前看到那一家利大利人 直接在前線蓋了一棟城堡 那外加的馬力人則是3TC開農 打的都算是偏農一點的 但立陶宛那一家反正沒有開農 反正是開始插城堡我錢 這個就有點有趣了 可能是想要單城鎮中心 然後樹上帝王 然後出巨型頭C跟熱納弩手 反制對方的遊俠還有馬 然後待會靠自己的外加馬力人 出傭兵直接前壓 這個打法燒傷力其實蠻強大的 只要如果對方沒有察覺到 對方這個戰術的話 很容易直接一波打倒 因為你出遊俠也沒有 然後出公兵的話 又會被馬力的傭兵 快速追上給擊殺掉 所以這個打法要特別小心喔 那能擋的方式 就只能用城堡 去盡可能拖時間 才有可能擋下這一招 那當然也是要等到自己的遊俠 全部出關 還有自己的正面部隊 可以往前打的時候 才去做個反擊喔 那立陶宛人要打這個打法 其實不好擋 因為立陶宛人他能打的東西 就只有自己的列提斯 但列提斯也很怕熱納弩手 但我也不確定啦 目前看起來 義大利人是有可能會打這個戰術 那目前看到 法蘭克人已經在前面 越蓋越多的城牆 歐咪一台頭子車走得過來 來 這個 波斯人 3TC 現在才剛放下而已 原來前面 投資了蠻多的建築物喔 需要到這邊跟工程器製造手 就375木頭了 就等於是一個承認中心的價格 波斯等於是打算要來打一個 高速前壓 那 布列甸這邊喔 鬼的是木牆 不是石牆 他有點偷精細了 那這邊有可能是想要上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去蓋3TC的關係 所以捨不得蓋石牆 所以這裡蓋了非常多木牆 這樣反而讓他有一點自己爆炸的感覺 因為現在這邊蓋石牆 可能也蓋不太起來囉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中間這邊讀口 讓他這邊要重新再打一個新的地方 哇 這邊被砸了一發石頭之後 用鏡塔給收掉了 好 布列甸這邊要稍微再圍一下 可能要圍這個外圍地方 再圍一層 石牆會比較好 趕快再圍一下這裡 但他這邊直接回家了 沒有打算要守的意思 別類甸人現在還在封箭時代 但法蘭克人這邊其實也是封箭時代 但他這邊有投資了幾根箭塔 作為進攻了 讓隊友進攻的一個方法 那POSE現在是要邊農邊進攻 其實壓力會很大 而且還是出歧視的部分的關係 所以現在肉的需求也會更需要一點 這邊看到騎士有再繼續出 聖旅也是少量出一下 這邊打出一個破口 聖旅招翔一下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把招到的騎士 要不要反之回去呢 之後過來打一下 石頭砸掉後方的老頭 解決掉 這邊聖旅一出來再繼續招翔 招翔血多了但來不及招到 哇投資車一出啊 又被騎士給抓掉 太虧了 後方的隊友看到情況不妙 趕快隔離起來 這個外架的隊友確診了 這邊就只能當阿拉伯在打了 就稍微小微一下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這邊投資英跟城堡 去做防守 盡量不要被傷到裡面經濟就好 當然是那一家的斯拉夫人 有投資幾個修道院喔 兩個修道院 斯拉夫人來說 他在這次改版 也算是增強了一些 讓他僧侶天生的移動速度 就會特別快 好像是 僧侶裡面走最快的文明吧 這個好像可以整到0.8 但是他可以到0.8死 有點忘記了 到底是 免費的宗教狂樂 還是比宗教狂樂再更快一點 這邊老頭也是直接被砍掉 殘血騎士沒有收掉 有點可惜 現在大家都已經升到了城堡賽了 伯利店這邊果然在高地補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起來 就稍微可以擋住 但石頭大會也是不能斷 要繼續挖 身為這樣的外架 如果你沒有辦法安全守住的話 盡量先投資兩棟城堡 去做防守會更好一點 第一時間用村民先反制掉的騎士 騎士殘血也死掉 再砸一發拉走 反應速度很快 那就有可能 伯利店這裡要考慮喔 單TC 然後一張村民 然後一張這個 伯利店常攻兵 去做反制 單TC樹上帝王 然後出入巨型頭C戰狼 慢慢開始推出去了 帝王世代在開農 也是一種選擇 這也是世紀力國團戰來說 比較考驗觀念的地方 外加的反克 則是很正常的3TC 4TC開農 那伯利店這邊則是沒有開農 就會有點危險喔 因為對方並沒有繼續強攻 這有點算是陽攻戰術啊 這邊目前看到伯利店 開始轉防守之後 果然 這個義大利人是打一個 樹地熱耐啊 駿頭C開拆路線喔 單TC 這個打法是指揮單TC才會出現的 這也是團戰來說 不列顛 跟這個 還有這個什麼 義大利人喔 這種攻兵國很強的文明喔 會比較好使用 越南來說的話 可能沒那麼強 因為我在想越南可不可以用 越南我有看過 但殺傷力也不太夠 後續有點邪接不太上這個戰術 好 那其實遇到這麼大量的石牆情況喔 其實義大利這邊也可以投資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用這個衝車喔 去頂這些石牆 可能效率會更快一點 好 那伯利店這邊 蓋了城堡之後 發現對方沒有繼續進攻 這邊就可以開始轉容了 如果對方不進攻 就開始安心轉容 就沒問題了 那如果對方一直進攻的話 你就不能斷自己的殘攻兵喔 還有自己的 騎士之類的 騎士我不確定要不要出了 但我覺得自己 稍微出一下 還是可以救到自己的 畢竟如果對方出大量衝車 過來開頂的話 才可以扛得住喔 不然就是要轉出一些投資車 來檔也可以 好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也沒有繼續 轉出更大量的生旅了 這個三修道院 就暫時放在這邊了 沙裡就開始慢慢濃了起來 好 一大一人這邊好像 快要轉出一個洞來 努力也在進攻當中 這邊巨型頭司機的數量 來到了4台 但是外加的立陶宛人喔 現在還沒有濃起來 雖然已經開始在蓋起 心動城堡 開始做防守 那就是我們剛開頭講的喔 如果遇到一大一人 或不列敵喔 這樣子單TC強攻的話 那你就要先用城堡去拖時間喔 先把自己經濟搞起來 還有科技喔 攀上去之後再做反擊 會更好一點 不然你這樣直接去跟對方對打 可能會打出的機率是更高一點 因為你們這邊都是馬國嘛 都是馬國的情況下 又反制勒納盧手 其實不太好反制 看要不要轉一些火炮之類喔 去擋一下會更好 那紫色這邊 差不多要趕快點帝王了 喔有已經點了 OK 帝王實在補不下 那待會火炮出來 才有可能扛得住喔 那待會那一家這邊 馬扎爾 這個地方可能要再補一棟城堡 先把這些正面的地方 全部用城堡去拖渡時間 會更好一點喔 好 透視車稍微來擋一下 好 德納盧手我看到透視車 還是會有點害怕 好 上方這邊直接揚弓成功 法蘭克這邊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哇 直接5TC開農 然後開始上了大石牆 狐獵獵這邊則是開始慢慢轉農 但是轉農的速度也不夠快 雙TC開農 然後下了四個碼頭 還有再去出這個漁船 這四到五個碼頭都算能接受了 下方熱納盧手慢慢推進當中 中間這個部分兩邊都是圍的差不多 下方熱納盧手已經開始慢慢推進進來 但瑪麗已經升到了帝王實在 看傭兵已經產出 你看這個瑪麗的遠防 現在0加5 待會再升到三防 就有0加7 遠防7的傭兵 非常好用 不太怎麼樣需要升級 這邊直接往前 想要先收掉中頭 中頭打到了一大堆的熱納盧手 這邊中頭已經有賺了 但義大利人的傭兵 果然還是很好用 對我又馬上解掉了中頭的威脅 這邊騎士出來 一過來的話 就會被熱納盧手給射爆 這邊開始轉出雙TC 開始濃了 稍微轉濃一下 但是前線的進攻也不能中斷 這邊直接用中型投射機 砸掉兩台巨型投射機 效果非常好 這邊熱納盧手 想要反擊回去 這邊重裝騎士 效果雖然不錯 但還是拆到了非常多的攻城器 好 火炮可能會被打掉 哇 結果被中頭再打了一發 又損失慘重了 熱納盧手只剩下八隻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傭兵走得過來 傭兵這邊要解決這些 戰寶兵也是相當快速 內加加的馬扎爾 繼續出遊俠 這是遊俠 重裝騎士 做一個正面隱藏 好 傭兵直接打爆正面部隊 這邊有點虧不成軍啊 立陶宛人這邊經濟好像沒有到很好 剛上到帝龍時代 對方傭兵已經殺了進來 哇 瑪麗跟義大利這邊 打的時間差打得非常好 兩邊都是剛農到帝龍時代的這個時間 但還沒有出太多兵 好 上方這邊突然打了進去 然後這邊石牆全部低掉 法蘭克人這邊也想要來做個進攻 好 結果內加的波斯轉了一些肉馬 出來過殺老 這一棟城堡沒法蓋起來 好 但是這邊我們剛剛說到的 史拉夫的羅斯銀壘 羅斯堡壘才對 蓋了非常多的城堡做防守 好 但是下面好像搞定了 立陶宛這邊只能節節敗退 用兵跑動 移動速度實在太快了 正面突擊傷害很高 好 這邊遊俠還是沒有點下會很危險喔 因為他這邊投資一些資源轉到中頭去了 雖然剛剛中頭也有做到一些事情 但現在要擋住傭兵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遊俠出來打會比較好 好 甚至要轉一些馬弓喔 但我覺得馬弓會有個問題喔 很容易被熱納奴手給射爆還有火炮 對 正面來說 現在還是打遊俠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要再補一棟城堡了 這裡不補城堡會危險 但他這裡沒有挖石頭 所以可能這裡也沒有城堡 會直接一波倒掉喔 好 立陶宛這邊補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但是轉出來的東西是毛兵喔 毛兵這邊是想要擠後方熱納奴手 好 不裂臉這裡也蓋下了更多的城堡喔 想要來做上方的防禦 目前看起來喔 法蘭克人這邊只要守住外圍就好 然後這邊可能要摳一下這個波斯人喔 下來幫忙營救一下 快來馬扎爾了 證明可能會有危險喔 馬扎爾跟波斯在同一時間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他還要兩分半才可以升級好 這一波打下去可能會爆炸 非常多的傭兵卡在這個位置 中頭砸個一發 頭破血流 砸到傷害非常的多 毛兵第一時間攻擊後方的熱納奴手 看起來還可以 後方大量的重裝騎士 直接包抄掉了傭兵 OK 這一波解的還算是可以喔 雖然熱納奴手出量還是很多 遊俠時間好一分半 正面的法蘭克人出了非常多的直斧兵 想要反擊以下對方的貴族鐵騎 但貴族鐵騎的防護力是近戰防護力 所以打這個直斧兵來說是綽綽有餘 直斧兵打貴族鐵騎 基本上沒什麼傷害阿 但法蘭克這邊可以趕快轉出自己的疾兵出來擋下 槍兵可以升級到最強阿 這邊出直斧兵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你還不如出遊俠 這就是外加法蘭克遇到這個問題喔 有點麻煩 這邊重頭砸到很多發 傭兵再繼續往前 拆除外圍的工程器製造所 後方的大量疾兵直接往後包 想要包掉後方的火炮 火炮這邊直接砸掉兩台還不錯 這邊遊俠快要升級好 但還有30秒才升級好 要不要等一下 剩30 30秒而已不要衝動 哇好緊張好緊張 兩邊打得非常慘烈 但不累點這邊長弓兵已經出來了 長弓兵出來之後 這些直斧兵沒什麼太大意義 要先轉大量槍兵跟遊俠 才有可能擋得住 好正面已經變成遊俠 這邊硬打一波 瑪麗這邊傭兵出動非常龐大 後方倫娜弩手在努力輸出當中 但這邊倫娜弩手還沒升到精銳的關係 所以打遊俠傷害還沒到最頂尖的狀況 但傭兵的數量實在夠龐大的關係 也頂下了這波遊俠的進攻 這波遊俠有點被打了回去 有點意外阿 都是遊俠現在很努力在抵抗 瑪札這邊遊俠也中產了出來 比利桃圓這邊傳出了非常多的戰毛兵想要擋 但是正面扛不住的話 這些戰毛兵就沒有太大意義 哇 戰毛兵又再次被貼上來 瑞娜弩手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好 這時候 一打利人 瑞娜弩手點下了精銳的升值 遊俠再去扛住正面 中頭後面砸了一發 想要砸火炮但沒有砸到 直接被火炮回頭打個一炮 中頭直接爆開 好 後方這邊有少量的 單位 這個是招搶到的吧 好 瑞娜弦常攻兵開始射回去 7加4的傷害 開始經濟濃了起來 巨型頭司機也開始開拆了 義大利人這邊繼續往前推進 遊俠這邊開始往後撤 瑞娜弩手已經升到精銳之後 就沒這麼好解了 而是後方的義大利人還有火炮 用工程器來解 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而且正面的傭兵數量一直堆疊起來 而且遠遠不斷的往前堆 這時候瑞娜也轉出一些駱駝出來擋 反正這個駱駝應該是按錯的吧 並不是真的想要出駱駝 哇 瑞娜弩手打遊俠好痛啊 秒殺 這邊法蘭克 四遊俠國直接打出了GG 沒想到四遊俠國果然扛不太住啊 瑞娜弩手出了122隻 單TC往外貼內加的打法 這個打法相當特殊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這也算是一個蠻好的樣本 就是其實 內加的勒奈亞弩手 義大利人 是不一定要打Kaino的 也是可以像他這樣子 單TC然後插城堡 樹地王開始往外推進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黑森林戰術 那不列連這邊打的也算是中規中久 並不會太差也不會太好 算是判斷蠻正確的 最後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 那這邊羅斯堡壘也是 爭取到非常多的時間 雖然法蘭克人這裡也沒有第一時間攻城出去 但法蘭克人這邊也算是做得不錯 我覺得問題是出在於立陶宛吧 立陶宛這邊直接一波倒有點慘 可能在前面 桌旋太多時間 蓋這個大石橋 花了蠻多時間 結果對方一衝進來 完全擋不住 畢竟內加的馬扎爾 這個遊蟻是非常晚的時間才點出來 立陶宛這邊是外加更難守下來 如果要守下來的話 立陶宛可能要趕快 轉出列提斯吧 但要轉出列提斯可能有點困難 畢竟熱耐爾盧手也不是吃素的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謝謝! 對呀,謝謝! 謝謝! 混音